11点左右 板桥民主礼办公室前 已经有好多菜摇预备着 准备让银法俱乐部的阿公阿嬷 大快朵银一番 要煮出这样丰盛的好料理 幕后的工程就是里长张靖国 带领的这12位婆婆妈妈 每个人各有强项 分工合作端出香喷喷的餐点 我们这位婆婆妈妈 可以说反正菜设计出来 从早上开始一直到中午这段时间 她们能聚在一起 给她们有一个上午的欢乐的时光 平常大家讲妈妈的经验 煮出来的东西也有妈妈的味道 我想要煮什么菜这样 她去买 你是怎么想 不想我还要吃几个菜 五菜一汤就是六个 那阿姨这边负责采买 对我们还要去 我们还要想说不能两样青菜不能全部都白色 全部都绿色 要配一些白的跟绿的 还有那个颜色 要营养均衡的考量 对对还要考量 营华族的吃的 那个摇口好不好 摇摇的动的 在里长领军之下 有这12位热心又热情的婆婆妈妈 还有巡守队员的协助 把菜肴运送到50公尺外的活动中心 大家同心协力 把共餐当成是社区大师来办理 付出的心力换来全社区的欢乐 更是让立委江慧珍举起大拇指称赞 简单讲我现在就是用我大饭店的土地塞 就是用我大饭店服务的追准 这个品质来让我们的市团 这个在我们共餐的时候都能感受得到 这不是青菜 这大家是很认真的 是一种的尊重 做了醋味 还做了欢喜 我觉得这是我们民族里 很不得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精神资产在这个地方 最高兴是这么老人来参加 就对我们里面 有一个大家福利 有一个共同 大家都到这里食材 好想大家了解 让我们里面 大家在共同来这 欢喜 欢喜 餐盘里满满的料理 让阿公阿嬷吃到的 不只是有营养的午餐 更有里长和志工们 关心社区的心意 也能够让大家 彼此之间当个好邻居 互相扶持 互相关心 以居住在民族里为荣 中佳新闻林立如范刚仪 板桥报道 您做款电话做 不能把它照吹